大家好,欢迎回到华宝研究室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 财务规划高手论坛 欢迎江永宜、刘速秋讲师 好,各位RFC会员 以及我们华宝研究室的好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来到台中这边 来进行我们RFC的受证 当然在受证当中 我们也会进行RFC基优会员的座谈 在今天也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我们两位 非常资深也非常基优的RFC会员 我们很感谢两位的参与 接下来我们首先想来请教一下两位的部分 可以跟我们这些今天参与受证的会员 或者是说在镜头面前的这些朋友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在参与RFC的学习之后 或是取到RFC的证照之后 你们觉得说对你们最大的个人的改变是什么 我们先请我们的永宜经理这边来跟我们分享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也忘了我大概什么时候考过RFC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就是学习RFC之后的改变 就是学之前我提供的建议书 大概就是公司的这个电脑 就是set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说学了RFC之后 就是多了很多思考的时间 那会去思考就是客户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那这个保单可以提供的价值又是什么 那还有就是说我有没有就是发现了他的问题 那我想的问题跟客户所发生的问题 是不是在同样一个问题点上面 就是常常我们都会去思考说 客户是需要医疗 客户是需要理财 可是或许客户的想法不是这样 那客户认定的风险跟我认定的风险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学了之前跟学了之后 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思考的时间变多了 但是可以让保单产生价值的这件事情 是让我自己本身是越来越有成就感的 我想这是我对于就是学之前跟学之后 就是我更开心我自己可以提供价值给客户 谢谢 好谢谢我们友谊经理的分享 那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诉求经理这边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大家好 我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我先从我内在部分 我觉得自信 莫名的有优越感 不知道为什么 当考完是确定成绩是OK的时候 我们就印了那个协会的名片 然后那个名片的时候 我就像种的大乐透一样 我觉得那个内心是非常的狂喜的 那个狂喜的原因是感觉像更上一层楼一样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自我价值 就是说我在这个产业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自我价值 有更再一次的认同 然后再往更深里头去看 对于行业的价值感 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我能够带给客户 我能够解决客户在财户上 或人生规划上有什么样的问题 而不是只是在保险本身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上网RFC 从我自己内在的部分 变得更有自信对于行业 自我价值的认定 然后在定位上也会有一些不同 包含我在跟客户在谈论一些财户规划 跟过去的语言上就会有很大明显的不一样 过去会阐述产品的好处 现在会谈你人生的规划 财务的规划 这笔钱未来打算怎么用 留给子女之后怎么用 那这个是在上网RFC之后最大的收获 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素学经理的分享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就是说 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两年来说 整个收闲市场的环境 都有蛮大的一些变化 那当然也带来一些挑战 那可以请两位来分享一下 您觉得说目前的整个市场环境来说 对于我们的收闲的从业人员 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那我们在未来 我们这些不管是我们的会员 还是我们的业务伙伴应该怎么样去因应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改变跟挑战 然后那边这边我们再请 我们经理这边先来说分享 对整个收闲的市场来说 就是普遍上面很多的资讯 在Google上面都 民众都是有这个基本的概念 那业务人员要怎么样 在客户面前展现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业务人员的自我定位要很清楚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我们常常都告诉我们的业务人员 这是一个爱跟责任的工作 你如何在客户面前展现爱跟责任 我觉得这个方向 这个核心价值是不能变的 那至于是说快速的变化 包含说是整个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快速 然后会快到业务人员自己 如果你自我定位不够清楚 你就会被保险业淘汰 不是我们去说我能不能做 是我们根本就做不来 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就是自我定位如果没有很清楚 知道说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 必须要随时进修 然后也必须要能够让客户很清楚 很明白一份保单 一千约六年十年二十年的规划 跟我的人生价值如何接轨 然后如何衔接的上如何产生价值 这件事情 我想这是业务人员最大的挑战 然后就是自己的耐心 就是有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业绩 可是往往都忽略了 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耐心 在没有提升的情形之下 其实就是会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还是可以归在自己身上 就是说自己的勤劳度 跟自己对这个行业进修的习惯 要实时的提醒自己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勇于经理的分享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诉求经理这边 最近应该是经常都有这句话就是 环境一直败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在我的单位的经营的价值观里面 我谈到热情、荣誉、专业、成长 然后为什么把热情摆在第一个 我觉得面对任何的一个挑战 或面临每一个关卡 如果你保有初衷 保有你当时候刚入行第一年的热情 我想什么样的挑战你都可以应付得来 因为你永远会聚焦在解决问题 而不是抱怨问题这么多 如果你能够聚焦在解决问题 相对的你就有一定的热情度 你愿意去解决它 然后提供解决方案 这个是热情的部分 那专业的部分就是 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告诉我们 学习是不二法门 你要不断的学习 无论你在这个产业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 我想环境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今天那个 我们单位最近就是在买这个电动车 那过去都是油车的市场 那最近在单位就有两个伙伴买了电动车 他们就在分享电动车的好处 那就有伙伴就上网Google 他说没有啊 这个电动车也有很多缺点 那另外一个买电动车的人他就说 电动车有很多优点 所以你看这个网路的资讯 当他还没拥有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在网路上 把所有的资讯看过一遍 但是网路上的资讯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客观还是主观 其实这个是很难界定的 那他只是买一台车 车买了或许三年、五年 他可能透过网路资讯就可以来做个决定 或是做一个判断 但是我常跟客户说 或是跟我们同仁说保险不一样 财务规划也不一样 他有可能你一旦做了这个决定 或是做了这个规划 他都会影响他的现金流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一个学习 那就是要不断的增加我们的专业知识 那成长的话 每一个人成长的速度不太一样 但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进步 你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进步 如果你有秉持的这几个法则 我相信在这个产业 你遇到任何的困难跟挑战 你一定冠冠难过冠冠过 而且会在业界成为顶尖的人 谢谢 好的 谢谢苏修经理这边的分享 接下来就想继续请教两位的是说 那我们刚刚谈到转型的这个部分 不管是对您的个人 还是对您的团队 您在觉得我们在转型财务顾问的这条路上 您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准备 或者说您认为说这个如果要出造转型这件事情 应该要有一些除了拿证照之外 还应该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配套 OK 那我们再请永宜经理这边 好 我觉得转型就是它是一个方向 但是它没有办法一朝一夕就转过去 只是说我们的方向就是不准你就被淘汰 你就是一定要转型 那但是怎么准 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们协会 也对我们做了一些帮助 只是说要把学到的知识 变成是我们工作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自我训练 包含你自己的行程安排 或者是说你很清楚 界定了每一个月的计划 或者是你是自我检视 你是不是一个可以按照自己计划 去执行的人 然后再过来的话 我对我的团队做了什么样的训练 其实我现在就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训练他们问话 因为再多的知识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客户明白 这个知识对它是有价值的 那永远都是脑袋瓜里面的知识 那我们要把脑袋瓜的知识传递给客户 那最快的捷径就是会问话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你会发现说 在你跟客户接触跟经营的过程里面 你会了解到客户的爱恨情仇 对不对 然后你了解的这个爱恨情仇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能够协助客户在做财务顾问这个角色 因为财务顾问他谈的不是只是保险 他甚至是像我们刚刚也有听到 我们这个诉求讲师所讲的 就是有关于资产负债表的部分 那我们财务顾问怎么样能够提供商品给客户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观念 让整个办公室的愿意学习的人都能理解 确定这是一个转型的方向 那就必须要沟通 要问话 要复述 要确定 然后之后你打出去的建议书 才有办法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训练就在于说 请他们慢一点 不要那么急 成交不是终点 而是在于说你要做的哪些事 去确定之后再成交 这样子保单的价值 跟你在客户面前所展现出来的专业度 跟被尊重的程度 跟整个授权从业人员社会地位的提升 是有帮助的 我想这是所有授权从业人员都希望能够达到的境界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我们永宜经理的分享 那在接下来我们再请苏秋经理这边 谈转型这件事情 我在单位里面呢 我们从销售的整个流程做了很大幅的一个调整 过去我们在业务员训练上面呢 大概都是以 先给一个约访的话数 那这个约访的话数呢 可能就会抛一些所谓的利益 或者是价格面 例如说一天只要26块 你就会有2300的租赁日人或手术多少 大概过去的训练会是这样 那我们希望同仁呢 能够把这个话数呢 千变利率把它背得很臭 然后还要做通关 过去的教训训练是这样 那这两年呢 我们接受这个财务顾 也希望同仁的销售层面都能够升级 如果你还是用产品特色产品利益 产品好处做销售 我想整个环境再改变 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资讯的揭露 它要比较哪一张六年期的利率变动型商品 哪一张利率最高保货最高IR最高 我想要上网Google马上就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市场 还是会有业绩 可是会比较辛苦 那我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加上公司也有在做转型 所以我们在销售的整个销售流程 就做了一些调整 前面当然是名单再来约访的部分 就是约访的话数 包括谈话的内容就会不一样 但是在初次见面跟发掘需求 过去我们可能会透过一些产品 去发掘需求 现在我们在发掘需求上面 会跟客户谈四个要点 第一个爱自己 爱家人 想要完成的事 还是你担忧的事 透过这四个选项 让客户 让医务员也知道 我这个客户他是属于爱自己的 还是爱家人 还是他有一件事情想要去完成 还是他内心有什么样的担忧 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需求了解 然后再来真心真意的了解他的心声 进而回来再跟主管做讨论 然后针对这个客户 他是属于爱自己的部分 再给他一个完整的财务规划 我想这是我们单位目前有在做的 就是包括销售的整个流程 也因应整个市场的不同做了一些调整跟改变 所以刚刚就像主持人提到的 其实业务同仁就是一个资源的整合 我们在客户端收集到所有客户的资讯 包括他想要完成的是他的痛点 然后整段这些问题之后 透过我们的专业能力 透过我们所学 然后解决客户这些问题 让客户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我想确实转型这件事情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并不是说我去上完的一个课程 就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 他是必须要经过一个蛮长的过程 也需要蛮长的时间 我想苏修经理这边也提到 很重要的是坚持去做 因为这件过程来说 我相信当我们要去做一件 我们本来不擅长 或者是不习惯的事情的时候 那肯定会有遇到蛮大的一些冲突 挑战这些 甚至可能因为这样子 反而你的业绩会因为这样子 甚至受到影响 甚至会下滑都可能 对 可是如果当我们知道今天是 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做不可 它是一个对的方向 我们就应该坚持去做 那就像刚刚永宜经理也提到的 如果今天市场都已经是这样 不断的改变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改变我们自己 不愿意去做转型的话 很可能就是会面临到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场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以请两位 一位我们资深的RFC会员的 跟我们的在场的今天要受证的这些RFC的学弟妹 或者是我们进口前面的会员 也可以跟大家勉励一下 就是对于他们想要做 在接下来在成为RFC之后 怎么去做转型这件事情 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跟勉励 那我们先请永宜经理 学了以后 就会发现学不完 那我觉得学不完的好处是 你不会缺乏方向 在我刚开始做 我可能比较懵懵懂懂 可是从进来做之后到现在 我就觉得每一个知识点 你都会很想去了解 你学了财务顾问 你就会发现财务顾问是非常广泛的 那至于你自己要 就是往哪一个方面去钻研 我觉得那是每个人的兴趣 有的人对政府保险 他很有兴趣 可是有的人对税务他很有兴趣 就是你的那个客户群不同 就是客户群不同 你自然就会发现说 你所要学习的面向不同 我的建议就是必须要有一个 是你有兴趣的一个小的Tabic 除了工作之余 有一个进修的时间 让自己从一个小小的进修 然后拓展到不是只是宽度 而是深度 因为光有宽度 你会发现我什么都懂 可是我什么都懂 皮毛 跟我找到一个我自己很有兴趣的点 而让我愿意花时间精神 甚至进修到另外一个证兆的层面 那我觉得那又是不一样的领域了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学了以后 我发现学不完 因为我觉得要做一个全方会的财务顾问 跟只是一个财务顾问 这是一个很大的境界的不同 然后我也期待说 透过我们这么努力 这么认真服务这个保险市场 大家都可以获得客户的尊重 然后跟客户的信任 好谢谢 晓鸣经理真的是讲的太好了 我想确实真的越学你会越发现自己的不足 大家的工作一定也都是非常忙碌 也真的学习时间也是蛮有限的 好所以我们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目标 甚至学习的一个计划跟蓝图 好我想确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那接下来再请我们的塑鸣经理这边 我觉得这个行业啊 我们带给客户是一种安心 无论他在任何一个阶段 在他创富的阶段 首富的阶段 即未来他要把他的财富传承给他的下一代 我想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就让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安心 那我们要提供这个安心 我想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修 这是一定要的 那转型财务顾问呢 这是一条不简单的路 但是是一个有价值的路 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很坚持 我们说设定目标是最简单的 但是你能够达成你的目标或达成你要的 那这个过程靠的就是坚持 那协会有很庞大的资源 在走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如果开始有一些质疑 就我们当会也会啊 就会有些伙伴 也会想要回去 就比较简单的这件事情 因为需求分析实在是要次数也多 时间也多 过去做DM行销 或许你当天去就可以成交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有我们 我们单位主管的支持 你的支持 包括自己的支持 那我们在台湾很幸福 有RMC协会 有这么多的顾问 然后有不定期有这些资讯 有时候当你走在这条路 觉得孤单 或者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看一下ROC这些会员 或者是在回来协会里面 我想你全会充满很多的热情 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再往下走 然后到所谓的就是可以完全的转型 到顾问这条路上 谢谢 好的 谢谢所谓经理 我想确实 我相信大家在接下来 走这条改变的转型的道路 当然并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是会一路顺遂 但是呢 因为有协会在这边 我们能够提供给大家各方面 所需要的一些不管是专业上 或者是说整个 一些心态面上 也能够给大家一些支持 那特别是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 这些资深的会员 其实他们的意见 我相信都对大家是非常宝贵的 那我相信很感谢今天两位的会员 给我们的一些非常真实 而且无私的一些分享 那都希望说对于我们在座的RFC会员 能够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 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 会员还有我们的刘苏秋会员这边 那希望大家未来还有席会 更多能够来听到他们的一个分享 那也在这边期许我们今天受证的会员 在未来 这个今天我们去拿RFC的认证 这是一个开始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如何去把这张证照的价值 能够跟我们个人的价值 能够共同的去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发挥 才能够在接下来各位在寿选事业这条路上 我相信都能够做更顺利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做谈 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